生活中养生,养生中的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 都说吃喝拉杀碎,今天就说说拉 许多人都有病例,有大病不顺畅的 几天才大病一次的,或者排病困难等等 其实正常的排病是一天一到两次最好 而且最好还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段进行排病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穴位有助于排病 就是天苏穴 天苏穴位于腹部,肚脐,盘开,1.5寸 也就是梁子的地方 它具有疏通脏腑,理气化脂的作用 是一个身轻降着的地方 除了用指腹顶按 我们也可以用力适当地敲打,拍打刺激 拍打刺激天苏穴的时候 每次至少要3到5分钟 对于排病效果很好 有需要的朋友经常对这里进行推一推 或者揉一揉,很快就会有效果 我们有很多朋友喜欢用爱揪 揪肚脂肌的时候就很快有病异或者是排病的情况 其实这就是天苏穴起作用 促进了排病的作用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很多朋友也喜欢柔腑 柔腑是一个很好的养生方法 同时它刺激到天苏穴的位置 所以很多人在柔腑以后就会有病异 今次柔腑不知不觉 病异就改善了 书通听书穴是排病顺畅 有排病困难的朋友 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杯分泌水 或者中老年朋友今次每天早上一杯白开水后 喝一勺分泌加香油 或者是一勺橄榄油 对缓解肠味道问题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方法虽好 贵在今次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 请记得及时关注 点赞、短发或收藏 谢谢